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日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我現在就位於四川北川老遠城地震為止 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 四川發生了大地震 在短短幾分鐘內 地凍山搖山體移位 山體滑坡泥蛇流傾蛇 突如其內的大地震 令到無數房屋瞬間倒塌 帶走了數以萬計的鮮活生命 今日我們就過來參觀北川老遠城的地震為止 在當年的大地震當中 幾乎毀了老北川的大半個遠城 現在的北川老遠城 就作為了地址為止保護區 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在地震未發生之前 四川的北川就是一個有著十幾萬人的小遠城 北川在以前的時候它的名叫石泉 隸屬於四川的綿羊市 它是華夏的始祖大嶼的誕生地 遠人口與計劃生育局為止 遇難即攻百人 以前的老北川衣山磅水風景受禮 地震之後滿目蒼移 你們看看 第一層已經幾乎陷入地下 距離2008年那場毀滅性的自然災害 已經過了15年的時間了 當我們再次看到北川老遠城的地震為止的時候 心情沉重依然久久不能平復 你們看看 最下面的那層幾乎壓到扁了 在廢墟下面到現在為止 依然有很多遇難的同胞 看到這些這麼震撼的場景 真是令人悲痛萬分 現在的北川老遠城是一個開放式的景點 整個老遠城都保留著當年地震後的原貌 在這些原貌的基礎上 國家當年撥款23億 做了加股和維健的工作 看看這些當時遺留下來的車輛 嚴重變形 這輛車後面的那一輛更慘 幾乎分成了兩角 可以想像得到當時地震的威力有多大 人類在大自然面前有多渺小 當我看到此情此境 深深陷陷了我的心靈 具體的感覺無法用言語來表達 當時的這棟樓還是在建工程 窗框都變形 煙草專賣局 在當年的大地震當中 無數人失去了他們的親人 誓去的生命 是無數家庭廢之不去的永遠傷痛 眼睛所見到的 只能用束目驚心來形容 遠公安局為之 遇難 二十八人 這裏就是當年的公安局 希望細者安息 這裏就是在這裏 那裏就是在這裏 據統計 當年在地震當中 整個老北村縣城 倖存下來的家庭不足百分十 幾乎找不到一個完整的家庭 北村亦是因為在這場災難當中 唯一一個因為遭到毀滅性的破壞 而整體全部搬遷的縣城 這裏就是當年的六寶賓館 油谷電信 左邊這個建築物不知道當年有多高 我想應該和旁邊的建築物差不多高度一樣 這裏就是北村地震 為了紀念當年的細者所建的紀念碑 當年在地震當中所被摧毀的車輛 亦都集中在一起作為一個展示區 曲山小學為至遇難師生407人 當年的曲山小學是一所重點小學 一共有師生1092人 僅有685人幸免遇難 在地震之後還有很多遇震 曲山小學幾乎全部被移為平地 可見當年地震的毀滅性是有多大 頂瓜瓜超市 頂瓜瓜超市是在當年的地震當中 在北村的老遠城唯一沒有被損壞的一間超市 這棟建築正如其名 真是不愧是頂瓜瓜 看介紹就說之後很多的救援物資 都是從頂瓜瓜超市分發出去的 頂瓜瓜超市的這一棟建築 是非常難得的在地震當中 沒有什麼被損壞的一棟建築 而大部分的很多建築 都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這樣的情形 我們不單單要敬畏大自然敬畏生命 而且還要珍惜生命 珍惜身邊的你所擁有的一切 北村遠城在當年的大地震當中 有一棟建築就被稱之為奇蹟建築 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正前方的那棟建築 除了玻璃窗有少少震碎之外 可以說是絲毫無法無損 就是這棟建築 這棟建築的設計者可以說是明星大造 鯉園還可以看到掛在牆上很新正的空調 現在的北村老遠城就作為了一個開放式的地震博物館 已經沒有人在這裏居住了 這裏就是魯北村遠城的紀念碑 深切免懷五一二特大地震遇難同胞 我亦都為遇難同胞獻上一束鮮花 希望他們可以安息 我並不見了 市區廣告的五男十八人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当年北川中河的位置 北川中河是北川院内唯一的一所高中 在地震发生的短短时间之内 北川中河后面的景家山突然大面积崩塌 整个校区都被压在山体之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一支升旗的旗桿 和篮球场上的一个篮球框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除了有20多人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其他在教学楼里面就有101名学生 和23名教职公寓栏 在这里还展示了一封 妈妈写给自己细血的儿子的一封信 同样作为一名母亲 我难以想象这位母亲所承受的悲痛 看到这封信的内容令我心痛到无法言语 我拍了这封信出来上面的内容 让你们自己去感受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 成了无数人的悲痛记忆 至今肯定不能忘记 灾难过后 愚难的家人 只能在伤痛中坚强 在离别中成长 希望世者安息 生者平安 告别悲痛 面向未来 不望过去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参观了老北村的老远城地震为止之后 接着我们就会去到现在的新北村远城去看看 因为地震整个远城搬迁 现在的北村新远城 距离旧远城开车就差不多需要二十多分钟 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可以见到当年在地震当中 老远城里面的所有建筑 几乎都被原貌保存 非常难得整个远城 做了一个地震为止博物馆 我想用整个远城来做博物馆的 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离开了北村的老远城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现在的北村新远城是什么新猛 现在我们就进入了北村新远城的范围之内了 这里的一草一木所有的建筑都是新的 我们过了来北村新远城 在这里吃了碗粉 吃粉的时候就跟本地人在这里聊天 经过了解原来这些新建的楼不是免费给居民居住的 不过政府就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 出售给老北村远城正下来的居民 我们就问开粉档的年轻 你们家里在当时有什么损失 他就跟我说了一个很神奇的故事 他说在地震的当日 在他们住的那片区域有一位老人家出品 他们那里的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位老人家的出品仪式 所有参加了出品仪式的人都幸免于遇难 他说是这位老人家明明中保佑了他们这帮人 我们另外在一间超市又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 跟超市的老板聊天的时候 这对老夫妻他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们的老父亲和其他几位亲人 都不幸在地震中遇难 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 他们苦笑了一下跟我说生活要继续 我们会好好地生活下去的 非常难以想象 当时在地震当中经历地震的人 是有多么绝望和悲痛 今天参观完九北村的地震为止 和新北村的远程之后 令我的心情沉重 舅舅不能平静 告别伤痛 面向未来 怨山河无恙 人间皆安 顺便赞一下这档圆汤牛杂粉 老板做的粉很好吃 售价只9元一碗 麦加薩灾 民风顺婆 今天的视频四川老北村远城地震为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喜欢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啦 多谢你们的支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